當時總共地震的數量是135個 其中主震以外的余震就是134個 這134個裡面 它分為規模6以上的余震有一個 也就是那個前震 這個前震 規模6.4的前震 晚上9.41 前一天晚上的9.41 那個是規模6 6.4的 另外規模5到6的有7個 總共有7個 規模4到5的有44個 那規模3到4的有82個 所以總共合起來有135個 這是統計到昨天 晚上12點 那 晚上12點呢 這個晚上12點是 我們從主震 我們從主震 然後呢 這個前震有73個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主震發生之前有73個前震 那到晚上12點呢 他所發生的余震 有61個 有61個 那加上主震一個 所以總共135個 那到今天早上9點 就到現在為止呢 我跟各位報告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是 總共的地震次數是 147個 那這147個裡面同樣的 是規模超過6的 一樣也是一個 還是那個前震 那 5到7的呢 並沒有再增加 5到6的並沒有再增加 規模5到6的 還是一樣7個 那規模 4到5的呢 有47個 增加3個 那規模 3到4的呢 有91個 也就是說增加了9個 所以總共呢 增加了12個 那這增加12個裡面 我再報告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 到 今天早上為止呢 也就是前震 余震有73個 主震一個 余震也有73個 那我們再來 對比一下 我們再對比一下 對比一下另外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這個數字是 從主震發生之後 到昨天晚上12點 這個時間呢 總共是 9小時 16分鐘 那從晚上12點 到今天早上 的 9點 就現在 他的時間是9個小時 那我們知道 這9個小時 那我們來看他中間的差異在哪裡呢 差異就在於 昨天 主震發生之後 到 晚上的 12點 他的 余震的次數 是 61次 可是 昨天晚上12點以後 到今天早上 9點 同樣的時間 差不多 只差16分鐘 好像9個小時 但是他的余震次數 卻只增加了 12次 所以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余震 他在明顯的降低之中 余震的次數 在明顯的降低之中 那我們再來 比較一個數字 就是主震之前呢 他的余震次數總共有73個 他所花的 時間 是從 前天的 晚上9點 41分開始 到 這個主震昨天 下午的2點44分 總共大概有花17個小時 那這17個小時呢 所發生的前震 是有73個 從主震發生之後呢 到現在為止 大概有19個小時 那這19個小時呢 他的余震次數 一樣也是73個 所以 我們可以 從這些數字呢 大概可以知道 主震發生之後 前震的 前震的這段時間呢 幾乎是相當平均的 這個 當時我們認為是余震 在主震還沒出來之前 當時我們認為是余震 他幾乎是相當平均的 的發生 這個 每一個次數之間的間隔 那 所以累積總共73個 可是 主震發生之後 從昨天 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余震次數是非常平凡 那他有逐漸逐漸在 在脫長這個余震發生的時間 那也就是說 余震的頻率呢 有逐漸在衰減 到了昨天晚上 到今天 他的衰減的 的狀況 又更為的明顯 同樣就像我剛剛說的 前面 主震發生到12點 昨天晚上12點之前有61個 那到了今天早上 同樣 也是差不多9個小時 卻只有 增加了12個 那我們相信 未來 這個 余震的次數 還會持續的下降之中 那 當然不排除 還會 我的意思說 不排除還是會有稍微大一點的余震 那 如果有大一點的余震 他的 地震次數可能就 還會在 密集一點 那 過後呢 還是 大趨勢還是會 朝這個 余震的頻率 整個下降的趨勢當中 所以 我想 跟 各位報告 到這裡 這個 有關於 這個地震發展的情況 這個地震序列 所發 發展的這個狀況 余的地震中心主任 他剛剛 報告了這個統計的數字 這一波的主震 其實就是發生在昨天下午 兩點四十四分的 這個臺東 規模六點八的強震 那麼呢 前震是從前天晚上九點四十一分 規模六點四的關山 強震開始算起 那麼呢 從前震主震到今天早上的余震 累積起來已經震了一百四十七次 可以說整個花東是搖個不停 讓全臺也被搖得心驚膽戰 不過也提醒您接下來雖然余震的頻率會逐步的減少